吉康耳鼻喉 柯 羅士寬醫師 羅醫師你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主任大家 跟柯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羅醫師的那個聲音好噴亮喔 是喔 他不但是聲音好聽喔 我跟你講 你啊 戲都在整首改變了 你看都敢畫 好多的畫像開畫展 羅醫師沒緊張喔 還會落圖喔 對啊 羅醫師你說是不是 是不是 那好厲害喔 還是畫家的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因為 興趣而已啦 興趣喔 真的不簡單 那不簡單耶 學畫畫也不是說一天兩天 有興趣就可以畫出來的 對對對 那個興趣慢慢的要去學習這樣 那還要有一些天分才有辦法 沒有沒有 羅醫師真的什麼都會 好啦 羅醫師 現在就是我剛剛有跟我們 另外一個主持人叫阿三頭 我們在討論到現在流行什麼 哈哈 現在就是流行性感冒 對對對 就是說 現在流行感冒的話 要如何自我照顧 那我們今天就邀請羅士寬醫師跟我們說 好嗎 好好好 說對 OK 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從一畢業就當耳鼻歐科醫師 我看到最多的病就是流行性感冒 在冬天的時候 那因為流行性感冒會造成所有各種可怕的病發症 那可是問題是 我從剛開始畢業 從一個完全不懂的醫生 到開始了解如何當個西醫師去治療感冒 然後再慢慢再變成 現在慢慢又進化成 當個自然療法醫師 才知道說原來感冒 它有非常多的那個 有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很好的 就很多的地方可以 我們可以改善 尤其我們現在的健保醫療有很多的問題 我是不希望大家 九星戴著黑手 我聽說 通通是三十一款醫生 對啊 這幾年 那是不錯的 不錯的 他戴著黑手 所以稍微講一下 大家都知道 天行見 君子以治強不息 大家就可以了解這個東西 人可以強壯 就也不會生病 好不好 你要怎麼樣強壯 怎麼樣去面對感冒 這才重要 我引用一個那個 自然自律神經醫學會的理事長的 王群光醫師的一段話來講一下 他認為感冒會 我們對感冒 你是要跟他相生呢 還是相克呢 還是相承呢 還是相互 那變成說 相生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身體清窮 即使得到流感 百分之三十沒有任何症狀 你今天譬如說 你得到流感 我得到流感 你會發高燒三天 甚至 是製造很多的病發症 可是我可能 一點點感覺都沒有 甚至只是打兩個HATCHU 神經病是狗狗的 你要考慮這個 你要不要也是這一類的人 那還有一堆 那就是說自己要去思考 那最糟糕就是相互 就是人跟病毒一得到一起被消滅掉 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大家要去搞 去弄清楚一個事情 因為流感病毒 他也要想辦法活下去 所以我們身體用力越強 那他今天侵犯你 只是讓他的生命也可以繁衍下去 我們的生命可以 可以繼續的健康活下去 這就是個健康的人 所以健康的人就是要有 擁有治癒的能力去抵抗病毒 所以平常要如何保持健康也很重要 但是感冒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個才最重要 真的 第二感冒我認為有三件事一定要做 第一就是一定要休息 那我剛才在討論 他在討論他在討論他 他在討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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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發燒了來看病 我說你發燒呢 37度8 38度3 他在討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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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絕對錯誤的 你如果在國外 我跟你講 你只要發燒 你在學校馬上被趕回家 趕回家 然後就要躺在床上 然後就要 就要 就要開始要強迫你休息了 事實上他們在國外 你感冒沒有人在吃藥的 通通都是回家 就叫你去喝 喝個柳丁汁 然後吃個清清淡淡 然後五天七天不要上學 他是應該這樣子看 真的喔 切坤最重要 哦 要不然你 你感冒了 你自己也 自己也受不了 上課也沒精神 工作也沒效率 什麼也沒學到 去到公司 也什麼也沒做到 只是傳染給你的同學 傳染你的同事而已 有什麼好 而且感冒 只要喝一下就夠了 就可以傳染給你的 所有旁邊的人 非常厲害的 那大家都不知道 戴口罩 你戴的是 你是什麼口罩 你戴的口罩 會不會拿下來 會不會拿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傳給別人 所以根本沒有用 對 第二個就是 感冒要做什麼 一定要吃少一點 吃少 溫水喝多一點 吃的東西 一定要吃少一點 要吃 不是吃 不是叫你不吃 是要讓你這樣 胃腸休息 節省能量的消耗 然後然後 因為我們消 我們消化食物要很累的 心痛沒事情 所以要吃少一點 然後吃那個 很好消化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吃 對我 所以一定要吃少 吃少還要再吃溫暖一點 那吃 所以吃少的話 就是譬如說我們 我叫人家 我最喜歡叫人家喝的 就是味噌湯 味噌湯 非常醉 那味噌裡面的那些大量的 那個 因為味噌被注輸了 可是那大量的 那味噌都是益生菌 跟酵素 所以你喝味噌湯 輕容易消化 然後可以讓腸道 迅速的吸收水分 又可以吸收到 非常多的 因為益生菌 你把它煮熟以後 它就有非常多的B群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營養素在裡面 它可以迅速幫你補充提液 然後 就是 吃很好消化的 然後要喝 喝很 喝很乾淨的東西 尤其是要 我比較會勸人家去喝點紅茶 紅茶薄薄的粉茶 因為很乾淨的粉茶 輕吹秒 那 最會關心的 關心的就是粉茶 紅茶就非常的好喝 紅茶不是一般的泡的紅茶 是 你要放在水裡面 只要10到15秒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稀釋成1500cc 輕撲輕撲的粉茶 可是你的紅茶 只放在熱水裡面 10到15秒 是特別的 因為紅茶素可以讓我們人身體 可以 它可以讓我們 變得更温暖 很重要 好不好 那你喝的水可以馬上吸收 那你可以讓你提升體溫 這個東西 我有做過一些實驗 我有找個 好幾百個病人來做 真的 我的病人 的體溫都很低 所以感冒 我們要想辦法讓身體 就是盡量要保溫 這個等下 下一段我再講 好啊 羅醫師 那我們改天 就繼續談 好 那就今天 謝謝我們羅氏寬醫師 講兩個小時也講不完 真的 羅氏寬醫師 那就改天我們繼續聊 好 謝謝 好 謝謝 吉康耳鼻喉科 羅氏寬醫師 羅醫師你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主任大家 跟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羅醫師的那個聲音 好噴亮喔 好 是喔 而且他不但是聲音好聽喔 我跟你講 你啊 他都在整首改天 你看都敢畫 好多的畫 這樣開畫展 羅醫師 沒緊張喔 還會落圖喔 對啊 羅醫師你說是不是 是 是 那好厲害喔 還是畫家的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因為 興趣而已啦 興趣喔 真的不簡單 那不簡單耶 學畫畫也不是說一天兩天 有興趣就可以畫出來的 對對對 那個興趣慢慢的要去學習這樣 那還要有一些天分才有辦法 沒有沒有 羅醫師真的什麼都會 好啦 羅醫師現在就是 我剛剛有跟我們 另外一個主持人 叫阿桑特 我們在討論到現在流行什麼 哈哈 現在就是流行性感冒 對對對 就是說現在流行感冒的話 要如何自我照顧 那我們今天就邀請羅士寬醫師 跟我們說好嗎 好好好 說對 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 從一畢業就當耳鼻歐科醫師 我看到最多的病 就是流行性感冒 在冬天的時候 那因為流行性感冒 會造成所有各種可怕的病發症 那 那可是問題是 我從剛開始畢業 從一個完全不懂的醫生 到開始了解 如何當個西醫師去治療感冒 然後再慢慢再變成 現在慢慢又進化成 當個自然療法醫師 才知道說原來感冒 它有非常多的那個 有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很好的 就很多的地方可以 我們可以改善 我們尤其我們現在的健保醫療 有很多的問題 我是不希望大家 九星齁 戴著黑手齁 沒有啊 通通是三十一款醫生 對啊 那是一年啊 那是不錯的 不錯的 他戴著黑手 哎呦 還要漏漏漏 是三十一款醫生 不錯的 所以稍微講一下 因為大家都知道 天行見 君子以治強不息 然後大家就可以了解 這個東西 人可以強壯 就也不會生病 好不好 你要怎麼樣強壯 怎麼樣去面對感冒 這才重要 那我 我引用一個那個 自然自律神經醫學會的 理事長的 王群光醫師的一句 一段話來講一下 他認為感冒 會 我們對感冒 你是要跟他相生呢 還是相克呢 還是相成呢 還是相互 那變成說 相生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 今天身體 即使得到流感 百分之三十 沒有任何症狀 你今天譬如說 我得到流感 你得到流感 我得到流感 你會發高燒三天 甚至 是製造很多的病發症 可是我可能 一點點感覺都沒有 甚至只是打兩個 HATCHU 三次應該是固定的 你要考慮這個 你要不要也是這一類的人 那還有 那就是說 自己下去思考 那最糟糕就是 人跟病毒 一得到一起被消滅掉 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對 那 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大家 去搞 去弄清楚一個事情 因為 流感病毒 他也會要想辦法活下去 所以我們身體用的越強 那他今天侵犯你 只是讓他的生命 也可以繁衍下去 我們的生命 可以繼續的健康活下去 這就是個健康的人 所以健康的人 就是要有 擁有治癒的能力 去抵抗病毒 所以平常要如何保持健康 也很重要 但是感冒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個才最重要 真的 感冒我認為有三件事 一定要做 第一就是一定要休息 讓他在討論 他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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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冒發燒了 來看病 我說 你發燒呢 37度8 38度3 他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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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絕對錯誤的 你如果在國外 我跟你講 你只要發燒 你在學校馬上被趕回家 趕回家 然後就要躺在床上 然後就要 就要開始 要強迫你休息了 事實上 他們在國外 你感冒沒有人在吃藥的 通通都是回家 就叫你去喝 喝個柳丁汁 然後吃個清淡淡 然後五天七天不要上學 他是應該這樣子看 真的喔 切坤最重要 要不然你 因為你感冒了 你自己也受不了 上課也沒精神 工作也沒效率 什麼也沒學到 去到公司也 什麼也沒做到 只是傳染給你的同學 傳染給你的同事而已 有什麼好 而且感冒 只要喝一下就夠了 就可以傳染給你的 所有旁邊的人 非常厲害的 那大家都不知道 戴口罩 你戴的是 你是什麼口罩 你戴的口罩 會不會拿下來 會不會拿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傳給別人 所以根本沒有用 所以 第二個就是 感冒要做什麼 一定要吃少一點 吃少 溫水喝多一點 吃的東西 一定要吃少一點 要吃 不是吃 不是叫你不吃 是要讓你這樣 胃腸休息 節省能量的消耗 然後 因為我們消化食物 要很累的 很痛的事情 所以要吃少一點 然後吃那個 很好消化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吃 所以一定要吃少 還要再吃溫暖一點 那吃 所以吃少的話 就是譬如說 我們 我最喜歡叫人家喝的 就是味噌湯 味噌湯 味噌最厚 那味噌裡面的那些大量的 那個 因為味噌被注輸了 可是那大量的 那味噌都是益生菌 跟酵素 所以你喝味噌湯 輕容易消化 然後可以讓 嘗到迅速的吸收水分 又可以吸收到 非常多的 因為 益生菌 你把它煮熟以後 它就有非常多的B群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營養素在裡面 它可以迅速幫你補充體液 然後 就是 吃很好消化的 然後要喝 喝很 喝很乾淨的東西 尤其是要 我比較會勸人家去喝點紅茶 紅茶 紅茶薄薄的粉茶 因為很乾淨的粉茶 青春苗 那 最會關心的 關心 這就是粉茶 紅茶就非常的好喝 紅茶 不是一般的泡的紅茶 是你要放在水裡面 只要10到15秒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稀釋成1500cc 輕撲輕撲的粉茶 可是你的紅茶 只放在熱水裡面 10到15秒 因為紅茶素 可以讓我們人 身體 它可以讓我們 變得更温暖 很重要 好不好 那你喝的水 可以馬上吸收 那你可以讓你提升體溫 這個 這個東西我有做過一些實驗 我有找個好幾百個病人 來做 真的 我的病人 這體溫都很低 所以感冒我們要想辦法讓身體 就是盡量要保溫 這個等一下下一段我再講 好啊 羅醫師 那我們改天 繼續談 好 那就今天謝謝我們羅氏川醫師 講兩個小時也講不完 真的 羅氏川醫師 那就改天我們繼續聊 好 謝謝 OK好 謝謝 吉康耳鼻喉科 羅氏川醫師 好嘞 羅醫師你好 您好 您好 大家好 主任大家 跟所有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羅醫師的那個聲音 好很亮喔 好是喔 他不但是聲音好聽喔 我跟你講 你啊 他都在整首改變了 你看都敢畫 好多的畫 像開畫展一樣 羅醫師沒緊張喔 還會落圖喔 對啊 羅醫師你說是不是 是 哇那好厲害喔 他是畫家的 沒有沒有沒有 真的 因為 興趣而已啦 興趣喔 真的不簡單 那不簡單耶 學畫畫也不是說 一天兩天 有興趣就可以畫出來的 對對對 那個興趣慢慢的 要去學習這樣 那還要有一些天分才有 沒有沒有 羅醫師真的什麼都會 好啦羅醫師 現在就是 我剛剛有跟我們 另外一個主持人 叫阿三陀喔 我們在討論到 現在流行什麼 現在就是流行性感冒 對對對 就是說 現在流行感冒的話 要如何自我照顧 那我們今天就邀請 羅士寬醫師跟我們說 好嗎 好好好 說對 大家講一下 因為我 從一畢業就當耳鼻歐科醫師 我看到最多的病 就是流行性感冒 在冬天的時候 那因為流行性感冒 會造成所有各種可怕的病發症 那可是問題是 我從剛剛開始畢業 從一個完全不懂的醫生 到開始了解 如何當個西醫師去治療感冒 然後再慢慢變成 現在慢慢又進化成 當個自然療法醫師 才知道說原來感冒 它有非常多的那個 有很多的那個 很多的很好的 就很多的地方可以我們可以改善 尤其我們現在的健保醫療 有很多的問題 我是不希望大家 九星齁 戴著喝酒齁 對啊 我聽說通常是三十一款醫生 對啊 是不是啊 那是不錯 不錯 這樣嗎 我都覺得很不錯 所以戴著喝酒齁 哎呦 哎呦 你要怎麼樣強壯 怎麼樣去面對感冒 這才重要 那我 我引用一個那個 自然自律神經醫學會的 李市長的王群光醫師的一句 一段話來講一下 他認為感冒 會 我們對感冒 你是要跟他相生呢 還是相克呢 還是相成呢 還是相互 那變成說 相生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身體輕窮 即使得到流感 百分之三十沒有任何症狀 你今天譬如說 你得到流感 我得到流感 你會發高燒三天 甚至 就知道很多的病發症 可是我可能 一點點感覺都沒有 甚至只是打兩個喝酒 三星眼是高鐵的 你要考慮這個 你要不要也是這一類的人 那還有一堂 那就是說 自己要去思考 那最糟糕就是相互 就是人跟病毒一得到一起被消滅掉 那是很嚴重的事情 所以 這個東西就是 我們大家要去搞 去弄清楚一個事情 因為 流感病毒 他也要想辦法活下去 所以我們身體用力越強 那他今天侵犯你 只是讓他的生命 也可以繁衍下去 我們的生命 可以繼續的健康活下去 這就是個健康的人 所以健康的人 就是要有 擁有治癒的能力 去抵抗病毒 所以平常要如何保持健康 也很重要 但是感冒的時候要怎麼辦 那個才最重要 真的 比如感冒我認為有三件事 一定要做 第一就是一定要休息 那我剛才在討論 給人家學生要先找 你先找 你先找 感冒發燒了 來看病 我說 你發燒呢 37度8 38度3 你怎麼說 不怕嗎 他六個天天給人家 四個天天 那是絕對錯誤的 如果在國外 我跟你講 你只要發燒 你在學校馬上被趕回家 趕回家 然後就要躺在床上 然後就要 就要 就要開始強迫你休息了 事實上 他們在國外 感冒沒有人在吃藥的 通通通都是回家 就叫你去喝 喝個柳金汁 然後吃個清清淡淡 然後五天七天不要上學 他是應該這樣子看 真的喔 切坤最重要 要不然你 你感冒了 你自己也受不了 上課也沒精神 工作也沒效率 什麼也沒學到 去到公司也 什麼也沒做到 只是傳染給你的同學 傳染給你的同事而已 有什麼好 而且感冒 只要喝一下就夠了 就可以傳染給你的 所有旁邊的人 非常厲害的 那大家都不知道 戴口罩 你戴的是 你是什麼口罩 你戴的口罩 會不會拿下來 會拿下來 對不對 所以你還是傳給別人 所以根本沒有用 所以第二個就是 感冒要做什麼 一定要吃少一點 會吃少喔 溫水喝多一點 吃的東西 一定要吃少一點 要吃 不是吃不是叫你不吃 是要讓你這樣 胃腸休息 節省能量的消耗 然後然後 因為我們消 我們消化食物要很累的 心痛沒事情 所以要吃少一點 然後吃那個很好消化的東西 所以一定要吃 所以我感覺 所以一定要吃少 吃少還要再吃溫暖一點 那樣子 那吃 所以吃少的話就是 譬如說我們 我叫人家 我最喜歡叫人家喝的就是味噌湯 味噌湯 味噌最厚 那味噌裡面的那些大量的 那個 味噌被注輸了 可是那大量的 那味噌都是益生菌 跟酵素 所以你喝味噌湯 輕容易消化 然後可以讓 腸道迅速的吸收水分 又可以吸收到 非常多的 因為益生菌 你把它煮熟以後 它就有非常多的B群 非常多的 非常多的營養素在裡面 它可以迅速幫你補充體液 然後 就是要吃很好消化的 然後要喝 喝很 喝很乾淨的東西 尤其是要 我比較會勸人家去喝點紅茶 紅茶薄薄的粉茶 很乾淨的粉茶 千寸 很乾淨的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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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茶就非常的好喝 紅茶不是一般的泡的紅茶 是你要放在水裡面 只要10到15秒就可以了 然後把它稀釋成1500cc 輕撲輕撲的粉茶 可是你的紅茶 只放在熱水裡面 10到15秒 是特別的 因為紅茶素可以讓我們人身體 它可以讓我們 變成功很溫暖 很重要 那你喝的水可以馬上吸收 你可以讓你提升體溫 這個東西我有做過一些實驗 我有找個好幾百個病人來做 真的 我的病人 的體溫都很低 所以感冒我們要想辦法讓身體 就是盡量要保溫 這個等一下下一段我再講 好啊 羅醫師 那我們改天 繼續談 好 那就今天謝謝我們羅氏川醫師 講了兩個小時也講不完 真的 羅氏川醫師 那就改天我們繼續聊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好